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济部的财团法人 那请问一下 那他的背景里面 他的专业的研究人才里面 有多少比例是跟流行产业 展颜产业有关系 我现在要了解的是 到底你们委托他研究的 这个机构这个单位 到底了不了解 所谓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也好 或是流行产业也好 他要来帮我们建立他度哦 对的 他本身当然有他的专业基础 那然后对于他不是专业的部分 他必须去做各种的咨询 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是 刚刚委员提到的 当你委外的时候 这个委外的单位 专不专业 这是我们第一个问号 你现在流行展颜产业的 这样子的建立制度的一个研究案 是委托给你刚刚说的商发会 对 是的 那这个商发会 你说有经过一个评审 那这个专业的评审又是谁 当我在质疑商发会要来帮文化部 建立这个制度的时候 我质疑他对流行产业 聊不了解 他对整个流行产业背后所需要的 各项技术人员的产业专业度 聊不了解吗 我们每一个委托研究案 都是找专业的评审专家 来挑选一个团队 如果您对这一个案子 如果您对这一个案子 是由什么评审委员的这个组成 我们可以事后再给您更细的说明 我希望是给我更细的说明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这样子如果不具专业的一个 研究机构也好 或是评审也好 他来告诉文化部说 未来的政策制度的建立 是该怎么做 那难怪会引起现在这么多 流行产业界的人的担忧啊 是这个问题啊 那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去想过说 未来是由谁来做 鉴定的这个工作 是又委外吗 何委员 我们就是希望 由这一个研究团队 要跟我们做很多的研究过 有不同的建议 比如说 他到底是应该跟日本一样 他是由国家的单位 跟民间的单位一起 工协会一起来做 或者是说跟韩国一样 他是完全由国家的单位来做 这是这个研究团队 他必须跟我们提具体的建议 然后我们会有经过评审 然后到最后才做 那我就再请教 你刚刚讲的这两个 都有工部门的角色嘛 一个是工部门跟民间团体的合作 来建立这个认证的制度嘛 那一个是由工部门 自己有一个认证的单位嘛 那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文化部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专家 或人才可以来担任 这个认证 不管是不是跟民间团体合作 或者是我们自己来认证 我们有吗 韩伟员 现在又来了 就是说我现在 我们有吗 我现在怎么可以给您一个答案说 因为将来会由谁来执行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研议中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研究团队 在年底的时候 要跟我们提出的建议 现在在研议 那你心里要有敌 因为这个政策 是你排版定案的嘛 那我们是吗 什么 向前来